二十多名志工拿著手電筒磨黑 在墾丁沙灘上來回搜尋 尤其是這一片布滿珊瑚礁岩 以及漂流木雜物的地區 要盡快找到受困的綠蟋龜寶寶 在通力合作下 果然發現許多已經露出身軀 但還未破殼而出的綠蟋龜 另外在沙堆裡也發現 有被纏住動彈不得的 肯管處說今年八月就觀察到 有綠蟋龜媽媽產卵 到了這個月十六號凌晨 發現已經陸續完成孵化 但今年因為受到之前颱風大浪影響 讓綠蟋龜要穿越沙灘 回到大海的這一條路 彷彿就像走海軍陸戰隊的 天堂路一樣困難 由於紀錄下的資料顯示 應該有七十八顆海龜卵 除了十五顆尚未孵化 還有已經發現協助回到大海的 三十二隻小海龜之外 其餘的志工們也將持續 確認他們的行蹤 民視新聞 宏明生 屏東報導 雖然 отк順 spontaneous 鳥狗 雖然hab 雖然